菲律宾还没有正式道歉 不过国防部长高华柱 今天上午则是在立院公开为军机逝世 向全国道歉 希望各界给予支持 让空军飞官们恢复信心 因为空军在一个礼拜内 F16跟幻象2000先后摔飞机 国防部长高华柱出了道歉 还表示国防部和空军会审慎检讨 有进一步的市政也会向社会大众说明 希望大家给国君支持